前日,著名歌手雷哈納祖國在加勒比海上的巴貝多宣布 明年開始,他們將不再承認英國女王是自己的國家元首 欸?英國女王不是英國的女王嗎? 原來還是其他國家的元首嗎? 一直到今天,伊莎白二世也還是加拿大女王 澳洲女王、紐西蘭女王、亞馬加女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 離不開英國女王的大英國邪王國吧! 目前全世界除了英國以外 還有15個國家將伊麗莎白二世列為法定的國家元首 而這15個國家也被稱之為大英國邪王國 有點巧的是,其中有5個就是我們的邦交國 當然,跟我們建交的好處自然是很多 但把英國女王當元首,到底有什麼好處啊? 想必大家大概都知道 以前的大英帝國曾經超威 疆域面積包含了全世界將近四分之一的陸地 橫跨了五大洲四大洋,被稱之為是日不落帝國 而在打贏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獲得了更多的殖民地 帝國的版圖來到的巔峰 但是戰爭也讓英國緣起大傷 再加上緊接而來的大蕭條 讓英國再也無法繼續撐起整個帝國的經營 於是,他們就開始思考說 嗯,是不是該放手呢? 於是,首先放手的 就是翅膀已經印得差不多的六個白人自治嶺 走在一戰之前 加拿大、澳洲、愛爾蘭、南非等等 主要是白人在統治的殖民地領袖 就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 跟英國的官員平起平坐 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了西敏寺法案 正式的不再干涉這六個自治嶺的內政 而從這個時候開始 大英帝國也開始慢慢朝向大英國邪的方向經營 這六個自治嶺當中,除了與英國衝突最激烈的愛爾蘭 徹底的與英國切八段之外 其他都欣然加入了大英國邪 承襲英國的君主立憲制 維持跟英國的憲法關係 也持續的效忠於英國君主 目前這個大英國邪不斷還存在 而且還有54個成員國 絕大多數都是英國的前殖民地 包含了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史瓦地尼等等 雖然這些國家未必都還是把英國君主當成國家元首 但還是跟殖民母國維持良好的關係 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獲得英國在政治或經濟上的協助 而英國也得以繼續推銷議會民主制度 維持對他們的影響力 不過隨著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英國自己的影響力也持續衰弱 而這個大英國邪的功用也顯得越來越激勒 還曾經被外界批評是只是一個後殖民俱樂部 在大英國邪的54個成員國中 有16個國家非常忠心地 持續把英國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當作國家元首 雖然他們互不隸屬 但一起構成了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邦列 稱之為大英國邪王國 這16個國家裡面,最著名的就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以及我們的邦交國貝里斯、聖路西亞、圖瓦魯 還有聖克里斯多福、以及聖文森等等 那直到今天,許多大英國邪王國成員國內的鈔票上面 都還印著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 而每次英國皇室成員定期參訪的時候 當地的民眾也都會加到歡迎 而另外一個大英國邪王國的特色 則是總督這個職位 當你想到加拿大元首 很多人的腦裡面浮現的大概都是總理杜魯道 不過事實上,現任的加拿大總督朱利·佩迪 才是更有資格被稱為是加拿大元首的人 由於英國女王遠在英國 所以會透過總督作為女王在當地的代表 為她執行相關的職務 等於是代理人的概念 我知道,很多加拿大以外的民眾可能會問說 咦?什麼?杜魯道這個竟然不是老大嗎? 那這個佩迪又是哪位呢? 這樣的想法很正常 因為就連許多大英國邪王國裡面的國內居民 也會常常質疑說 為什麼我們要花費納稅人的錢 供養一個象徵性元首的代理人 讓他到處剪菜、出席活動 更何況,總督不是皇室成員 有時甚至會很脫軌 像1975年的時候 澳洲當時的總督克爾 就曾經違反皇室不甘政的傳統 動用了解散政府的權力 引爆了澳洲百年來最嚴重的憲政危機 當然,這算是比較大條的事件 大部分的總督其實都很循規道取 只是有時候,也有總督會因為個人的形象受損而引來非議 像是剛剛提到的加拿大總督佩迪 以前雖然是一個太空人超酷 但最近居然被爆出 他過去曾經在職場上霸凌員工 正常當初提名他的杜魯倒頗為尷尬 而英國的王室也很尷尬 欸,這個所有人都很尷尬 又要花錢的總督制度 到底為什麼要留著呢? 這些大英國邪王國 繼續擁獲一個國外皇室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對於各個大英國邪王國的成員來說 是否脫離英國皇室 一直都是一個時不時就會被拿出來討論的話題 反君主的聲音也從來都沒有中斷過 只是想要維持現狀的也大有人在 那他們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首先,要脫離英國皇室 就勢必得連帶的變動相關的行政機構以及法律 甚至得要修憲 很多人認為,改變後也不見得比現狀好 以加拿大為例好了 如果他們想要進行現政改革 需要全國的首長全數同意 而各省為了自己的權力分配 其實並不容易達成共識 像是杜魯道的爸爸老杜魯道 在擔任總理的期間 想要擺脫英國推動憲政本土化 就收到了許多省長的聯合反對 一直到今天 魁北克省還是拒絕承認加拿大憲法的正常性 而加拿大面臨的另外一個難題是 如果他們不再承認英國皇室的憲政地位 那麼過去英國官方與加拿大原住民簽署的條約 可能全部都要重新來過 而這個棘手議題也一樣出現在澳洲和紐西蘭 種種因素都讓許多加拿大人覺得 脫離英國皇室是一件相當麻煩又花錢的事情 此外,國內的保皇派人士更是指出 如果沒有了皇室,那加拿大人的特色在哪裡呢? 跟美國人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用總統制的美國民主亂七八糟 君主立憲還是比較好吧! 所以保皇派的人士認為 國家元首必須由超越政治的人 能夠象徵國家價值的人來擔任 不能夠直接讓握有行政實權的執政者來當 所以加拿大的國家元首 當然就是英國的伊莉莎白二世 而這次登上新聞版面的巴貝多 也同樣跟加拿大在思考國家認同的議題 但他們選擇的則是另外一條路 人口將近30萬的巴貝多 早在17世紀的時候就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 並且作為唐業和奴隸的出口中心 歷經了長達300多年的殖民時期 巴貝多在語言、文化、建築等等的各種層面 都深深地受到了英國的影響 也因此得來了小英格蘭的封號 而他們獨立之後 依舊跟英國維持著良好且緊密的關係 因為觀光業的發展蓬勃 成為了加勒比海地區最富裕的國家 而除了王室成員會在那邊置產之外 也是很多歐美明星愛去的度假勝地 不過對於許多巴貝多人來說 光鮮亮麗之下 不代表過去的創傷就能一筆勾銷 不同於加拿大 英國皇室對巴貝多的意義 並不是優雅高雅的精神 而是黑暗的殖民剝削 2018年上任的巴貝多總理莫特利 挾著拿下眾議院全部息色的超高支持率 大刀闊斧地進行一系列的截職政策 想要逐步把過去殖民的枷鎖一一解除 他不斷宣布 要在明年的獨立55周年紀念日前 正式脫離英國皇室 也計畫要從英國政府和其他殖民霸權手中 討回屬於他們的賠償 有趣的是,根據媒體報導 其實巴貝多人現在普遍都還是對英國皇室抱有相當好感 希望兩邊能繼續維持友好的關係 但同時,他們也認同莫特里總理的做法 相信這個國家已經在準備好往更進步的方向來進 這次巴貝多的消息,讓不少人感到意外 因為前一次有國家宣布說要脫離英國皇室 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 由英國官員指出,最近幾年來 包含巴貝多在內,許多加勒比海島國 都加入了一帶一路的行列 接受中國的貸款支柱 所以中國的影響力 讓他們選擇跟英國皇室斷刊連結 但也有媒體分析 這件事件可能是受到了美國BLM運動的啟發 因為上一次的脫離皇室潮 就發生在1970年代 黑人民主運動蓬勃的時代 而且二戰之後 有一批被稱為是疾風世代的移民 遠從加勒比海來到了英國協助建設落地成根 但2017年,英國政府卻出現了行政的疏漏 以及具爭議性的移民政策 導致5萬多名在英國生活幾十年的移民 突然失去身份,甚至被遣送到陌生之地 許多人批評英國當局有嚴重的種族歧視 不少人推測,新一波的脫離朝可能已經近在眼前了 而之後應該會有更多的加勒比海一帶的大英國協王國成員 跟隨著巴貝多的腳步,陸續脫離英國皇室 那麼認為,巴貝多總理現在在做的去殖民化或解殖 其實概念上跟轉型正義也有幾分相似 我們頻道過去在談轉型正義的時候 強調這是一個民主化的社會 為了要抿平以前威權或獨裁體制對社會的傷痛 所進行的一系列善後工作 而它的另外一層意義 也是希望讓國家往更健康的方向前進 營造好的國家認同 像是巴貝多這樣過去曾經被殖民剝削過的地方 想要進行解殖 就跟我們想要推動轉型正義的狀況很像 總是充滿滿滿的挑戰 而這些被殖民的印記或是當年所建立的體制 放到今天,難免會有一些看起來非常不合時宜 或脫離現實的地方 那當然,這些過去所留下來的 有些人會覺得是遺毒 但也有些人會覺得這是珍貴的資產 今年也積下來,當這些東西 甚至已經成為了某些人心中的國家認同的時候 連想要說丟錯的,真的是不太可能 畢竟這種關係到憲政體制或是國家認同方向的議題 如果要改變,並不是任何一個人或是一個族群說了就能算的 在民主國家裡面,這些重大的議題 絕對都是需要在族群和諧的前提之下 逐步建立凝聚起所有人的共識 而台灣的部分,這個我們繼續努力 至於我們那些現在還在大英國協王國裡面的邦交國們 之後會不會跟隨巴貝多的腳步脫離英國女王? 大家也可以繼續觀察觀察囉! 好的,今天想問問大家的是 如果你是巴貝多人民,你會同意脫離大英國協王國嗎? 同意啦,哪是不同意? 這是國家邁向正常化的必經之路? 不同意,過去就過去了 未來能好就好,不要再記仇 不知道,我可能乾脆移民去英國吧?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英國女王不只是英國女王!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另一個大英帝國的遺度 緬甸羅興亞人危機 以及大英博物館以及埃及的恩怨情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我們明晚再見囉! 我們明晚見 我們明晚見 老闆 先見 我們明晚見 我們明晚見 字幕只拍照 天文 今天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